菅义伟可以说是日本史上第一位的草根首相 他的身家背景跟前首相安倍是相差非常远的 但他是如何登上了首相的大位 甚至还有人说菅义伟他是令和时期的封城秀吉 怎么会这么形容他 据说跟他手上握有两大绝招有关系 而另外要聚焦的是前几天 中国大陆透过了这个大数据的情搜 他监控了全球250万人 造成了全球真的是人心惶惶 但是要说到了情报搜集 就不得不提到民国初年的军统局 当时的军统头子戴笠 人家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害怕 而且大家都称他是魔鬼 但这一位魔鬼竟然也有克星 这个克星就是斧头帮的帮主 怎么会是这样呢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方宁大学副校长马熙平 新童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历史老师陈启鹏 新童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江中博 新童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提到了菅义伟成了日本第99任的首相 他到底会不会继承安倍的路线 现在国际都在关注 但是菅义伟跟安倍 两个人其实私交还不错的 不过两个人身家背景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菅义伟可以说是日本政坛非常罕见 他是庶民出身 甚至于他们家还曾经有可能会被遭到灭门 首先要先讲 刚刚你说菅义伟跟安倍 我告诉你 你在菅义伟面前绝对不可以这样讲 你要说首相 是啊 因为菅义伟他对安倍 他从来都认为主仆之情不能乱 所以他看到安倍 他绝对不会叫他安倍两个字 一定是叫首相 反而比他小 大概六七岁的安倍 该快十岁了 安倍叫他常常有时候还会叫他 叫做尖匠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菅义伟 人家说他会成功的地方 但是令人讶异的是 菅义伟现在贵为首相 但是他们当初一家人 却可能会遣遭灭门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这个要去讲到当初日本 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国开始讲 我们晓得当时成立的魏满洲国 而且还扶植了补仪 对不对 所以他爸爸那时候 在日本他们国内的号召 以及他爸爸也需要虎口 所以他爸那时候就跑到了满洲国去 当铁路的员工 是啊 好像我们现在台湾的铁路局一样 结果他在那边当铁路员工 结果他做得还不错耶 你看看那时候他所住的地方 大连满铁公司本部 这就是菅义伟的父亲 我要先证明喔 菅义伟那时候还没出生喔 他的父亲 菅和三郎 当时就在这里有员工宿舍 可是你知道他那时候 福利其实很好 收入也不错喔 就在这边还有菅义伟的妈妈 他们两个人就在这边住着住着 然后开始还请用人了 请用人之后呢 打电报回去给日本家乡的 跟他的姑姑啊 就是他爸爸的妹妹讲说 我们在这还不错 他姑姑说那我们去投靠你好了 是 就那时候他们一家人都在这边喔 但没想到这个时候 日本后来不是战败吗 战败之后苏联人要追杀日本人 那还有那个时候很多日本人 他也类似好像战俘一样 要被处决 那时候在整个满洲国 有八万个日本人 颠沛流离被处决 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他的父亲菅和三郎 他爸就在那时候 差点整个家族要被灭口 跟他去了同乡 三百七十六个人 就死了两百七三个人 那回来大概一百多个而已 那逃回来之后 逃回来之后 到时候你刚颠沛流离回来 应该也很难过 他爸超会做生意的 真的啊 看一下这什么 这个我们讲 叫穹之公草莓啊 他爸爸 你知道他们秋田县人吗 他爸爸在当地种草莓 种一种 种出 变草莓王了 这么厉害啊 真的是草莓王 因为他是当地草莓协会的 类似我们讲的理事长 扛霸子的吗 对 就是 他有点类似总经销的那种感觉 只有这时候菅义伟也出生了 我告诉你他一出生 据他的国小国中高中同学回忆 只要每次他们同学之间吵架 红框圈住戴着这个帽子的 菅义伟一出来说 你们不要吵了 然后就会开始讲得头头似的 说停 不要吵原因 停 不要吵原因 然后这些人就会说 好 对 我们不要吵了 真的啊 他非常懂得怎么去 化干戈为玉伯 跟他后来当官房长的角色 是非常像 是 好 那我们刚才讲 他不是后来变富二代吗 你知道有钱到什么程度吗 话我不讲 没有人知道 原来菅义伟小时候是这样子 他除了很会调停同学的纠纷 他那时候有钱到 那时候他们说 可能一个班级 一个年级 六年级升好了 可能只有一两位 才能够定得起的漫画 那时候他看的叫冒险王 那时候他门口会有很多 他的同学啊 排队啊 学长学弟排队 就等着要看冒险王 冒险王 来了吗 来了 好 我们先看 好 他们都看完了 就是谢谢 谢谢菅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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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自己晚上才看 你看多会笼络人心 他这样的人缘一定很好 当然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性格神 是风尘秀长 因为风尘秀长呢 是风尘秀集的弟弟 他呢 一辈子就是 风尘秀集最好的助手 所以他常常自比自己 我就是风尘秀长 不过我这边讲个花絮 他后来在这个 自民党的一次会议当中呢 他不一样 他霸气了 他那时候为了要争取当首相 他说过去我是风尘秀长 是 但从即日起 我要当风尘秀集 我告诉你 你看似瘦弱的菅义伟 现在已经七十几岁 你没有发现他身体很好吗 他以前高中的时候 就是田径队 棒球队 相撲队 相撲 我们开始听说 好厉害 相撲不是都胖胖的 他那么瘦啊 对啊 日本的首相 以前会相撲啊 然后他大学的时候 还是空手道 还三段 他是拿到三段的 好 那这个人他有工作狂 他自己就说 我最大兴趣就是工作 这样的人一定找不到太太的吧 工作狂耶 怎么去约会 可以啊 办公室练情 不用了 他就是在国会议员办公室 认识了他现在的夫人 而且他的夫人是当时 他同事的姐姐 介绍认识这样子 我们看到人家同事的姐姐 谁敢怎样啊 他一看到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不但敢怎样 他还说 这就是我的太太 这以后就是我的太太 他一旦下定决心 看到他太太 他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 要娶的女人 他就个性就变封城秀吉了 同样这样的 在他从政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告诉各位 他真的是体力惊人 跟毅力惊人 你知道当年1987年 他要选横斌市议员 他当时每天拜票300家 300家如果很近的话 我跟各位想 你光按门铃 你一天按300次 他是去300户拜访 所以他当时穿破了六双鞋 他还在竞选期间 拜票期间晕倒 最后他总共败了三万多户 他终于当选了 这样的日本首相 有人就说他跟安倍晋亚 个性完全不同 他才可能是真的要形式上 一统日本的封城秀吉 好刚刚提到的是日本 但我们现在要来聚焦的是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天网情报系统 监控了全球250万人 而这一支红色情报的魔掌 现在升上了全世界 让全球的人都非常的担心 但要提到了这个情报系统 就不得不提到戴笠 不过戴笠竟然也有害怕的人 马老师怎么回事 功夫大家都看过 里面有上海斧头帮 哪个小斧头 我告诉你 真的有上海斧头帮 真的有 但是斧头帮的帮主 不是电影里面 这个摔样 当然不是这个摔样 上海斧头帮的帮主 那是天下最有名的王亚乔 就这个样子 看起来还有点文字彬彬 是 杜月笙跟黄金龙曾经下令 我们的人遇到了王亚乔 退避山色 绕路走 那戴笠呢 他总是天下第一号情报头子 对不起 戴笠当年就加入王亚乔的手下 当中队长 他叫王亚乔九哥 后来他跟王亚乔结拜兄弟 煞雪为盟 代理手下有一个天 军统第一号煞叫沈罪 沈罪出一个回忆录 他说 天下魔鬼 都怕王亚乔 哇塞 那他是魔鬼王 为什么 我先跟你讲 他十五岁的时候 他家乡里面有一个 李鸿章的远房亲戚 李鸿章亲戚在家里面 当作威作福 他十五岁就把他杀了 出手这么狠 对 好 那说他天下第一号杀手 他到底杀了什么人呢 1932年 日本人在上海洪卢医院 庆祝大会 庆祝什么 日皇圣诞 他们在讲台下面 放了一个热水瓶 就是如果这个水 演讲的时候喝水 就要倒热水瓶 对 他在热水瓶的底部 放了炸弹 你说一拿起来 他可能就爆炸这样 就爆炸 结果没想到一炸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怎么了 第一个 这个人白川义者 他是什么 日本上海派权军总司令 当场被炸死 哇 这个人崇光魁 他是当时驻中国的大使 驻日本驻中国大使 后来当日本外相 当场腿炸断 甚至于关东军的总司令 腿也炸断 上海第一舰队的舰队司令 眼睛被炸下 他这个暗杀很厉害 很厉害 他暗杀太多 请问有一个我百思不解 就他1931年7月 到上海车站 去暗杀财政部长宋子文 他就告诉杀手 陈陈说 我告诉你 宋子文喜欢戴白帽 穿白西装 穿白鞋 很好认 特征都告诉他了 他都告诉他 结果火车一停 一下来六个人 宋子文财政部长 六个人一下车 结果一走下来 看到一个穿白帽 穿白西装 攀白鞋 抛出枪来 连开三枪 就把他干掉了 就走了 是 说回去赴命 杀掉了 成功了 结果杀错了 杀错人啊 杀了宋子文的秘书 唐于卢 为什么 因为宋子文有消息 听到要杀 就叫他秘书 也穿白帽 白西装 白鞋 所以他们认错人了 除了杀宋子文之外 你知道他五次杀蒋介石 五次 杀了五次啊 蒋介石也躲掉了五次啊 最有厉害的一次就是 他们到庐山 他到太乙村 太乙峰上面 他们得到他完全行踪 然后呢 他们把枪藏到金华火腿里面 金华火腿再用盐把它封起来 因为山上检察人凹 结果你知道吗 王亚乔的太太亲自出马 扛了金华火腿 进去 把枪运进去 然后交给杀手的 杀手人把金华火腿拍开把枪拿了 但有件事也没搞清楚 怎么了 居然就把金华火腿随手丢到树林里面 怎么会这样 结果蒋介石四位在搜山的时候 看到金华火腿 一打开里面是空的 知道完了 有人印乳气进来了 对 结果在杀蒋介石的时候 那个杀手 就被蒋介石四位杀死了 这是一次 第二次国民党开四权第六中全会 第六中全会是由谁 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汪精卫民国第一美男子 汪精卫 他是行政院长的报告 因为他跟蒋介石是非常不合的 而且他一直想干总统 要把蒋介石干掉的 结果蒋介石听他的行政院长报告 很不爽 就蹦蹦蹦就到二楼去了 不然人家上来说 开完会 惯例要有个大合照 他说我心情不好不照了 你知道汪精卫照好了 你知道吗 结果他没有下去照相 就汪精卫下去跟大家照相 他站在中间 结果 汪精卫派了杀手来杀蒋介石 就看最中间那个一定是蒋介石 要脚 对不对 站在最中间那个 结果怎么知道中间那是汪精卫 就开了枪打汪精卫 本来应该把他打死了 但是张学良在旁边 一脚就把杀手枪给踢掉了 张学良踢了一脚 把杀手枪掉 但是有一颗子弹 打进汪精卫的后背 卡在脊椎骨上面 这样会半身不水啊 没有半身不水 但没有一个医生敢开刀 送到日本去 日本医生也不敢开刀 说这个子弹只能这样放到 你一拉出来他就半身不水了 所以汪精卫身体里面一直有脊椎骨障一直有个王亚乔寿命打在子弹上面 汪精卫后来死亡跟这子弹有关系 因为那子弹放久了以后 那个生锈腐败了 变成细菌感染 那汪精卫就为这颗子弹死掉了 戴笠怎么样都找不到王亚乔到哪去了 但蒋介石说你要把我杀掉 这时候戴笠圈在香港 抓到王亚乔第一心腹 于立奎 抓到于立奎他就知道机会来了 他把于立奎弄到南京去 但于立奎汉子一条 打死不说 他知道还在乌州打死不说 他们就从于立奎老婆于婉军身上着手了 有一天这个于婉军邀请他来吃晚饭 说你到我家来吃晚饭 他是个平房 结果王亚乔就去了 没推开走进警觉不对 不七八黑的 为什么不开灯 他就心生警觉 站在心生警觉想推出的时候 啪一下眼睛正刺痛 撒石灰 石灰撒眼睛里面 看不到了 完全痛真不开了 但他太警觉 他知道转身已经来不及了 他一个后重 就直接往后面 一重 脚一蹬就往后面走 然后把腰间双枪一拔出来 啪啪啪就直接往里面打 闭了眼睛 直接就往里面打 电影情节了 对 但是他没有想到 屋外已经有埋伏了 他一个后重 一出去 啪一下两鞋 是 插两把刀进去 两把刀直接插进去 一插进去以后 啪啪啪啪啪啪啪 后来 后人检查他的尸体 他身中五枪 然后被杀三刀 当场BB 一带杀手 还是被人家暗杀了 而且 为了复命 因为王亚乔太多变了 为了证明说 我们真的杀了他 把他整个脸皮包下来 所以 王亚乔 上海斧头帮帮主 天下第一杀手 最后 还是被别人暗杀了 好 刚刚提到的王亚乔 最后还是死于戴笠之手 我们就提到了 戴笠其实就是 蒋介石的左右手 但是历史上 明成主朱棣的身边 也有一个像戴笠 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其实是 明朝的罪恶锦衣卫 明朝的特务组织 锦衣卫让人文字上感 而他们身上最鲜明的标志 就是飞鱼符跟绣春刀 那根据史料记载说 这个锦衣卫必须身穿飞鱼符 手持绣春刀 才能够跟在皇帝身边 那个飞鱼符的图案 也不是飞鱼 它其实是 山海中的一种神兽 叫做龙鱼 这种龙鱼是龙手 四爪 鱼尾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案 它其实有一个鱼尾巴 那这样的一个图案呢 在皇帝赐给官员的服饰之中 名列第二 所以要二品以上的官员 才能够获搬这种飞鱼符 那这个绣春刀 同样要有一定的官职 才能够被皇帝颁发 不过这样的一个绣春刀 到现在到底长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任何一把绣春刀 流传下来 但是史料有描述过 说这种绣春刀呢 单手可以展翅 双手可以砍批 砍死一批 所以可见得这把绣春刀 应该暗藏机关可以因应不同的场合 随时做调整来去进行克敌的动作 那这把绣春刀 那它的名字由来也很特别 有一说它是来自杜甫的诗句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 这种绣春刀不轻易出窍 一旦出窍就要见血 而且见血血弱 就像春天的鲜花一般 所以也就是说这把绣春刀 之所以会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会带来 辛丰邪乙就对了 所以这个锦衣卫后来因为太恶名昭彰了 就被朱元璋在晚年的时候废掉 可是废掉之后呢 到了朱棣的时候又死灰复燃 权势更上一层楼 而中间有一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那就是刚才新童所讲 名列恶人榜的罪恶锦衣卫叫做季刚 因为朱棣发起禁难 他就去投靠朱棣 朱棣也觉得这个人不错 武艺不错 那我就来用他好了 那尤其是他发现这个季刚 很善于窥探人心 所以他就说来 你给我负责去抓捕建文帝的旧城 所以建文帝旧城被他抓捕 十几家很多人被他害得超级凄惨 我们都有听过说 被租十足的方孝儒对不对 对 可是方孝儒不是最惨的 还有一个人更惨 那就是被刮曼超的警亲 那讲起这个警亲 他是建文帝的旧城 那不过在禁难之役之后 他归顺朱棣 不过他只是假装归顺 目的是要找机会来刺杀朱棣 那当时这个朱棣得到一个 能人的提示 因为这个能人叫姚广孝 他夜观天象 发现有一颗闪耀着红色的星星 接近地心 所以他赶紧跑去跟朱棣讲说 有人穿着红色的 有人会想要刺杀你 所以你要注意身穿红色的衣服 结果有一天朱棣上朝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警亲穿着大红色的官袍 他心中一荡 莫非就是这个人 所以他就要人去收身 果然在警亲身上 收出一把利刃 这下东窗事发了 警亲破口大骂 结果朱棣一听到他你骂我 所以他就要人把他的牙齿大掉 把舌头割掉 警亲还不放弃喔 直接把满口心血噴的朱棣全身都是 朱棣活大死了 下令折刑 那这个折刑就是把皮剥下来 做成稻草人 而且剩下的骨头还要挫骨扬灰 而且不只这么残忍 朱棣还下令说 这个警亲在还没剥完皮之前 如果死的话 筷子手跟尖展官要一并促展 所以你知道那个奸展官多担心自己人头不保 他找了一堆名医来 随时止血上药 甚至还定时给这个警亲喝生汤 这很折磨 对 就是要让他受尽折磨就对了 所以据说这个警亲被剥下人皮之后 他的眼睛还可以动 他整个行刑的过程长达八个小时 你看光剥皮剥了八个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警亲真的说有多凄惨 就有多凄惨 可是即使警亲这么凄惨 朱棣还是余怒未消 下令季刚 来 你给我把这些警亲的亲朋好友 抓来刮曼超 所谓的刮曼超意思就是说 只要跟警亲有沾上一丁点关系 全部都抓来杀掉 所以不仅是他的亲朋好友 包括老师 学生 甚至街坊邻居都被杀掉 认识他的就要杀 对 所以当时因此而始的 有上万人之多 那也因为季刚在这一场 刮曼超之中立的大功 所以后来朱棣登基几位之后 就封他为靖一位的指挥使 让他的权势再上一层楼 那不过这个季刚掌握大权之后 也开始胡作非为 向他去抄这个靖王的府邸的时候 他居然把这个王爷的服饰 带来家里面自己穿 晚上办宴会 叫那些奴仆来 高喊万岁 结果你看他自己居然 晚上在家里过皇帝的影 不止如此 当时朱棣的皇后过世 所以他下令天下来选秀女 一批美女被选 还没进宫 季刚就先去挑了几个漂亮的 先来家里享受 也就是说他直接把皇帝的女人 都抢来了 你看他有没有胆大包天 还有一次他看上了一个美女 美女道姑长得很漂亮 想要把她买下来当作小妾 结果有一个嘟嘟叫做薛璐 先下手了 结果他就怀恨在心 有一天在朝廷上看到他 一看到他心愁就很涌上心头 直接给他一记闷棍 打到他脑袋瓜子当场裂开 在朝廷 皇帝面前 没错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季刚有多么胆大妄为 那不过呢 他的好也没有多久 他的嚣张也没有多久 因为没多久他就被人家指 那个检举说他意图谋反 朱棣一查之下 果然却有此事 后来就另外派人手把他抓起来 给他受的刑就是责刑 跟当初他折磨的警亲事一样 所以我们只能说他这样一个下场 也只能说他是因果报应 那个循环不爽 听从想要邀请您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频道的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 欢迎订 some